第四十二集 稍稍沉淀了一下心神,张凡起身,以前所未有的恭敬,向着将他从幻象当中唤醒的三根气柱行了一个大礼。 到这个时候他才明白为什么进阶驻击期只能获准参修十日。 之前心神一入周天星辰图便瞬间被迷失,堕入幻境,自此不可自持,随波逐流。 仿佛自身便是那只立抗天地,彼尼天下的三足金屋一般。 毕竟没有助击期的修为,即便是后来察觉不对劲了,却已经无力挣扎,若没有外力,必然就会一直沉迷下去,直到心里枯竭而亡啊。 好在这个时候,气柱间的猿鹰老祖出言将他唤醒,而且言语之间似有点话之意。 虽然一时不能禁解其意,但是对方的好意呢,却是明白无误地感受到了。 这个大礼倒是实心正义,毫无杂念的。 受了他一礼,气柱依然纹丝不动,好似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般,沉寂依旧啊。 张凡也不以为意,心意到了便是,随即又向另外两个气柱攻身拘礼,转身退出了大殿。 片刻之后,一个声音忽然在沉寂的殿中响起。 风老怪,你对这个小娃娃挺好的吗? 声音不见苍老,反而有种幽童的稚嫩在其中,并且还不变男女啊。 少青,之前出言相助的气柱一阵朦胧,露出了一个盘膝而坐的身影。 此人看面相不过青年人,然而两鬓如霜,眉宇间又无尽的沧桑,有似茂蝶老人。 他双目平视,却无焦点,就仿佛在看向无尽虚空当中的某处,缅怀着什么一样,扮上之后才缓缓地道出。 毕竟是烈儿的后人啊。 此言似乎触及到了什么,先前出生之人也顿然漠然无语了,店中一时间沉寂了下来。 就在一切就此仿佛结束的时候,一旁从未有过动静的气柱当中,突兀地传出了四个字。 张烈,可惜啊,没头没脑的,却浓浓地惋惜之意,毫无遮掩地流露出来。 仿佛结论一般,再没有人接口,只有悠悠地叹息声响起,气柱翻滚,很快又重归了平静。 此时,张烈堪堪踏出传承殿的外门,一抬头便见东方泛白,阴暗退散,一轮红日月出,耀然大地。 微微地眯着眼睛,直视着出生的昔日,天上还是那个太阳,地上却也没有了那只金屋啊。 并没有沉浸入感悟之中,张烈只是无可无不可地以任其自留的态度,由着周身的灵力缓缓地运转,渐渐地生出了一丝暖意。 好似萌芽一般,十日参修,哭河的心力也慢慢地回复着,只如大睡了一觉,慵懒当中呢,慢慢地带着清醒。 不知过了多久,日头见高,光线刺眼,即便是把眼睛眯成一条缝,也开始承受不住,见生灼烧之感了。 看来,以后每日得多加一个功课了,感受着体内的灵力当中,隐隐地多出了丝丝活力,张烦叹了一口气,自语道。 扫青带眼中的灼烧感消失之后,他一拍乾坤带放出了飞云舟榻上,向自己的庭园处飞去。 一路上,张烦暗暗地思索,只觉得,之前所练的功法炫火真经,诚然是一部上等的功诀,但是并不适合自己。 无论是师父韩浩,还是他自个儿,都将三足金乌法相定位于火,却不知此火非彼火,非井火热燃烧之意,更有万物生灭在其中,是寂寞之力,也是创生之功啊。 虽有领悟,但若要说自创功法,现在自己这个实力,这不说笑话吗? 此时不过炼气气地修为,继续修炼炫火真经倒也无妨,至于筑击成功之后,倒要好好地寻找一部,更适合自己的功法才是。 寻思之间,很快回到了居所,也不停留,直奔静世,他平时修炼闭关之所。 到了云床之前呢,他一把就掀开了蒲团,露出了旗下的一个坑洞,看到里面的两样东西完好如初地摆放着。 张凡这才尝出了一口气,终于放松了下来。 坑洞当中摆放着什么呀?摆放着一个深黑中暗泛红光的乌巢,乌巢里边又装着两个零售袋,一颗圆滚滚的火红色宝珠。 这正分别是装着千丝蚕和墨灵的两个零售袋,以及酒火炎龙珠啊。 不带墨灵,一是怕这墨灵啊干扰自己修炼,第二是怕它太吵了,你要为这个惹了这猿鹰老怪,那真是冤枉到家了。 不把这千丝蚕和酒火炎龙珠随身携带呢,是因为恐惧。 以猿鹰老怪们的神通,除去它们的自身,谁也知之不详,甚至少有人敢议论探究之人。 谁也不知道这猿鹰老怪们能不能察觉到它体内蕴养的酒火炎龙珠啊,或者说是透过它的灵兽袋发现千丝蚕这种上古其真。 无论是哪一种,只要是被猿鹰老怪发现了,那就是灭顶之灾啊。 于是,张凡也只好把它们放在居室之中,用乌朝掩盖其气息。 按说呢,这样已经可保万无一世了,但是这几样东西对它实在太重要。 一直到亲眼见到它们安然无恙,才能彻底的安心。 其实,没事的时候,谁会跑去搜查一个炼气旗修士的居所呢? 一般而言,对修士重要的东西啊,都是放在乾坤袋中。 随身携带的,即便是洞府遭了贼,这贼啊,也在洞府里边找不着什么东西。 这修士一般都是把家当挂在身上。 张凡呢,也是受了之前李师弟擅自放人入院的影响, 下一世就觉得这庭院不安全了,典型的关心则乱的。 拿着这几样东西,犹豫了一番,终于还是只把装有莫灵的灵兽袋取出, 其他的个物连同乌朝,还是一起放了回去。 虽然在得到九火炎龙珠的之后,张凡便已经将其中的禁制破禁了。 可以说,即便是曾经有人在上面下过手脚,下过禁制, 此刻呢,也已经荡然无存了。 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九火炎龙珠毕竟在法相宗中传承万年, 说不定就有什么特殊的可以感应到宝珠的秘术存在呢? 以万全计,还是时刻以乌朝隐蔽为好啊。 做完这一切,张凡心中轻松下来了, 一股浓浓的憋屈之感再也抑制不住地犯上心头。 想想啊,先是这季智云找上门来,肆无忌惮地逼问自己, 这还算好的了,若非他毕竟是法相宗核心弟子, 又刚刚立下大功颇有些名声, 这季智云绝对不会那么客气地问话。 再来,到了传承殿当中,不得不百般谨慎, 甚至连自己心爱的宠物灵兽都不敢携带, 生怕一个不小心得罪了别人遭了无妄之灾。 这种生死卧鱼,他人之手,全无反抗之力的经历, 让他浑身不自在,抑郁在怀,只有仰天长笑的冲动。 最后,身有宝物,却为了哪怕只有万亿的可能性, 害怕被别人发现心怀忐忑,百般思量,惶惶而不可终日啊。 不觉得,拳头紧握,把这骨节捏得噼里啪啦连绵声响, 这声音也将张凡从自身的情绪中惊醒了过来,随即失效。 先是一个人在静世里自怨自艾,咬牙切齿, 这是什么样子? 其实乃而所为呢? 修炼便是了, 信手把灵兽带解开,放出了墨灵。 自打这墨灵破壳之日开始,张凡为了让他熟悉金屋火焰, 便很少把他收入到灵兽带中, 而是时刻待在身边, 这次啊,在带子里边一待就是十天, 把这还没来得及习惯过来的小家伙那可憋坏啊。 一出来,便上下左右一阵乱飞, 扮上之后又立到张凡的肩膀上, 把小脑袋埋进头发里一阵乱蹭, 时不时地叼起一根根的发丝拽着, 发泄着他的不满, 抚摸着他的羽毛, 张凡像是对着墨灵说话, 又好像是自言自语说道, 嘿,闷了吧, 想自由飞翔吗? 看着墨灵懵懂的眼神, 他接着又说, 哼,我也想, 想的话, 就快点变强吧, 永无尽头, 一直强下去。 此时日进正午, 阳光从窗口射入, 照耀在张凡的脸上, 仿佛染上了一层金灿灿的光辉, 尤其是他那一双眼眸, 璀璨夺目。 绝壁前, 北风其凉, 雨雪其际, 北风其楷, 雨雪其飞, 孤高绝壁, 隔离阴阳, 嗖嗖作响, 从密集的洞穴灌入, 化作生生乌野, 呼啸而来, 寻成片的树林穿梭, 留下七七鬼哭, 视为绝壁, 洗尽千华, 直面惨淡, 空于悲怯, 这悲是物伤其类, 这怯是怯夫之痛。 单单为此, 平时这里便绝无人计, 即便万不得已而经过, 也会下意识地绕个圈子, 也不愿靠近。 不在修仙之路, 长生途中永远也不会理解, 面对着绝壁是何种的震撼。 雀怒, 不甘, 沉沦, 奋起疑, 在绝壁的面前, 只能化成一声长叹。 悠悠的叹息声响起张繁侧耳, 聆听风中传来的轻声报名。 这声音是如此的微弱, 好似一声的力量都已经耗尽, 连最后存在的肇事, 都这般的无力。 一路走好, 康师叔。 五年了, 千辛万苦得来的血灵丹, 也仅仅延缓了康师叔五年的寿命, 到头来还是逃不过这一天。 好在一生的心血总算没有白费, 张繁稍稍握紧手中之物, 不知是该为康师叔欢喜还是伤悲啊。 用别了, 康师叔, 用别了, 绝必。 我张繁宁愿刀剑加身, 血洒长空, 死于一争, 也绝不愿无声无息葬身于此。 沉默少请, 转身离去。 纺室里最繁华的地段, 有一座对低阶修士来说, 最显眼也最神秘的楼阁, 多宝阁, 名字庸俗, 但代表的意义却不俗啊。 不单单是秦州, 而是整个修仙界有六大商行, 沟通有无, 生意变天下, 无论是何种宝物, 哪般奇珍, 应有尽有富甲天下, 更兼交结散修, 培养弟子, 自成一股势力, 不让各大宗门呢。 法相宗访式在秦州地界上, 也算是少有的修士汇聚, 人气旺盛了, 自然少不了有六大商行的身影。 多宝阁是其中最早进驻, 规模最大的一家。 像往常一样, 多宝阁一楼宽敞的大厅中人流传动, 在各式法器、 丹药、 灵符前方观望商谈, 一派热闹的景象。 不同的是, 通往二楼的阶梯上少有人踪, 一整个上午下来, 也仅有寥寥几个住击期的前辈, 鹤立鸡群一般的, 在众人的注视之下昂首上下。 一楼的低阶修士们, 羡慕之余也只能立足现实, 在眼前这些普通货色中精挑细选, 不敢有所失望。 多宝阁真正的利润所在, 自然不是一楼摆放着的这些大路货。 这里面上至法宝、下至法器, 各种精品都有, 只是价格那是高的惊人, 绝对不是普通的修士能够承担得起的。 可是呢, 这世上所有的事情总有例外。 这不, 一个身穿炫金色法袍的青年修士, 施施然进入, 然后稍稍目视的左右, 也不停留, 直接上了二楼。 师傅, 他怎么这…… 说话的是一个年纪轻轻的修士, 眉宇间近视青色, 怎么看也超不过二十岁。 话刚出口的时候, 口气中有质疑, 还有点幸灾乐祸, 但是刚说了一半, 便顿住了。 一则是刚刚发现, 来人的修为远胜于他, 虽然远没有之前离开的 住基期前辈那般的破人, 但是感应中一样深不见底, 甚至感觉比恋气期 十一层修为的师傅还要强大。 二则是电伙计的反应, 见来人上楼, 一旁的伙计不仅不加以阻止, 还一边点头嗨腰地打着招呼, 一边侧身向前引路, 典型的是遇到豪客熟客的模样。 这是法相宗张凡张道友, 鼎鼎有名的年轻俊才啊。 哦,是他呀, 听说这五年前。 年轻修士还没等到师傅的回应, 一旁消息灵通的修士们 便卖弄起了消息。 五年的时间, 对于修仙者来说并不漫长, 再加上张凡那一身玄金滚符, 又是如此的醒目和标志性。 不过片刻, 几年前的旧事便被一一地搬了出来, 瞬间灌满了他的耳朵。 哼, 算什么呀, 不过就是运气好点进大宗门嘛, 要是我, 我也。 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 年轻修士的心中满是不服气, 只是想着自己如何如何, 却不知世界上有些事是别人做得到而自己做不到的。 身后的一轮声, 按出某个小修士的富匪, 自然都影响不到张凡的步伐, 很快地他出现在了二楼。 这时一个身材发福的中年男子迎上前来, 热情地说道, 欢迎欢迎啊, 张道友好久不见了, 若不是老哥发铁相邀, 还真不知道你要闭关到什么时候啊。 哎呀, 像长师客气了, 张凡微笑着回答, 与他并肩而行, 边走边说, 你这多宝阁门槛忒高了, 小弟我不敢轻易登门呐。 嘿, 张道友又拿为兄开玩笑了, 咱们道友相称便是了, 什么长势不长势的, 再也不要提了。 接着还豪爽地接连拍着张凡的肩膀, 动作之热情亲切, 看起来不像是做生意, 倒像是要拜靶子。 此人叫相明, 正是此处的长势, 张凡和他呢, 也算是打过几次交道了, 相明此人倒也不难相处, 随便说两句话就能跟人混个手落, 做生意的嘛, 自来手啊, 斩茶的功夫就能摸出你的家底, 你要是跟他呆个个把时辰, 这乾坤袋都得翻个底儿掉天, 真真是了不得的生意好手啊。 张凡自然不是他的对手, 被连载了几次之后, 倒也总结出了经验了, 一路上只是笑而不语, 任其说得天花乱坠, 咱就是不接这茬儿, 你能奈何我吗? 我不掏银了呀。 这招啊, 要是来对付别人, 非得冷茬不可, 但是对于相明来说, 小case, 一个人独角戏唱了一路也不尴尬, 口若悬河之下, 一段不短的路程, 张凡竟完全没有感觉到时间的流逝, 只觉得一个恍惚就到了地方。 多宝阁毕竟是多宝阁, 和他自家开的那个半弦堂, 那绝对是两个概念,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单看两人此时所处的地方, 档次一下就拉开了。 放眼望去, 左翼高山流水, 流泉飞铺, 如雨后山溅, 右傍苍天古墓百花齐放, 若浩瀚临海, 前有清晰千余人, 厚摆池塘植碧莲, 足下嫩草芬芳, 头顶清空万里啊。 一个平凡的楼台, 竟被生生地造出了林泉之意, 使人身临其境, 心怀为之一唱啊。 不是第一次来到此处, 但是每次前来, 张凡还是免不得仔细地欣赏一番, 同时不忘在心中赋匪其奢靡至极啊。 这样的景色自然不是凭空生成的, 而是以竖剑专门炼制的大型法器, 配合永不停歇运转的幻阵, 再经过倒气和阵道高手的协作, 方能营造出如此几乎乱真的效果。 它们有什么作用吗? 防御? 攻击? 都没有。 唯一的用处呢就是美观, 就是让来客心情舒畅, 起到的作用就是掏灵石的时候更痛快点。 为了这个作用, 仅仅是每天维持这个法阵的灵石, 那就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足以让一般的修饰倾家荡产呢。 就在这片临泉之景的正中, 一个古朴自然的石桌摆放着, 刚刚与项明分宾主坐下, 接下来的却是他没有想到的大阵仗。 感谢观看